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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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69年,安徽省凤阳县来了一位奇人 他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王坚英 这一年他下放来到凤阳 乡村公路上,他顶着烈日 到处翻砖头搞测量 常常一天跑上十几公里 1969年第一次去县城的时候 到了武门上面,对他震撼特别大 那时候的凤阳县城呢 有武门,有西华门,还有东华门 还有角楼的那个台积 整个城基本上是封闭完好的 王坚英第一眼看到明中都皇城遗址 一座帝国都城的庞大废墟时 震惊不已 王坚英几乎跑遍了凤阳古城 遗迹各个角落 他又分别从现实和文字中 还原一座被以往殆尽的古代帝都 在昊如阴海的书籍中 王坚英旁征博引 插遍了各种史料 当时呢,他在一个办公室里 气温至少39度以上 你坐着上都是资料 地下也摆的资料 两个角呢,是放到水喷里的 然后呢,这个手呢 下面垫了一块毛巾 这座被遗忘的城市 找回了他的记忆 公元1367年10月 吴王新宫在金陵落成 第二年 朱元璋在新宫及皇帝位 国号大明 此时天下一定 都城却悬而未决 此前朱元璋 将以应天为南京 开封为北京 并亲自到中原开封勘查 然而 曾经繁华的开封 酒精战火 民生凋敝 水路运输艰难 就在开封被定为北京的第二天 大将军徐达攻占原大都 该大都为北平 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都城的局责 也发生了逆转 西安 洛阳 开封 北平 南京等地 都成了首都的可选项 我们如果说从历史上看一下的话 统一中国的这个首都 放在南方的几乎是没有的 从控制整个全国的那个来讲的话 显然往北方去靠 是比较合适一些的 历史上不是也有说法吗 南京都是一些短命王朝的 这个所在的地方 所以这些可能对他也有些影响吧 朱元璋表面上与群臣商议 内心却主意已定 他决定建都家乡 外河正好是在长江和黄河中江 这是中原的河系地区 所以从中国大地的环境来说 以中原碰触全国 从根本上来说 他有大的红河的一个想法 朱元璋选择首都市 经过了很多年的系统性的思考 有很多大臣给他不同的建议 他在中间去权衡去选择 最后能够让他去做出 在中都建都的决定 肯定不完全是他个人的一种小心思 朱元璋称帝后的第二年 也就是1369年 正式向有私下诏 军职城池攻却 如今诗之之 朱元璋的家乡凤阳 位于淮河中游 距离南京陆路168公里 水路650公里 所谓中都 就是以凤阳立为都城 来实行皇权的统治 从这一天开始 在大明帝国之根本 朱家龙脉所在地凤阳 拉开了旷古未有的建设大潮 史料没有留下究竟是哪些官员提供了中都城刊与方案的记载 但跟随朱元璋多年征战的同乡 大明官员级别最高的左城乡李善长一定参与了中都规划设计 朱元璋的大管家是李善长 他底下的这些大臣大部分都是关系的 所以他们这些人都很希望能在老家里我来建设 毫无疑问 朱元璋是一个国家工程的总设计师 两年后 李善长成为建设凤阳中都的总负责人 依照朱元璋的质疑 中都城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规划 针对凤阳的具体地理特征 最终选定都城机制 中国古代一定要知道理治和皇权 中都仍然如此 不是像北京城一样 在员工的基础上 像南京在城那一片 中都就是等于是在一片白纸上 重新按理治性的规划 明中都被忘却的数百年里 人们都知道明代有北京南京两座都城 但中都却显为人知 为了了解这座被历史尘封已久的城池 年过五十的王健英借了自行车 带了一把三十米的皮尺 一路实地勘查 考证明中都城墙 宫殿和皇陵的位置 长度 间距等基本轮廓 七三年 半年多的时间 他走了差不多就是一千公里吧 包括那个外城 几十公里的外城 他都走了不止一遍两遍 在非常历史时期 考察一座都城去区乏测规工具 王健英想了个土办法 围着宫殿和城墙绕圈 通过步数来测算距离 如果是较大距离 他就在车轮上扎上红绳 以属车轮转动圈数的办法测距 他回来考古回的图 中度是三道城 六十里他走了两遍 静元十四里 皇城紫禁城九里 铁石圈子锁 一圈两圈 后来找到五千分之一的图 一对照 他增加信心了 基本上是对点 精通历史地理的学者王健英 用济步测距和自行车测距的 原始方法测出了距离 竟于用现代仪器测出的结果 基本吻合 他是在测绘局 还是在什么地方 找了一份速图 在这之前 他是完全是自己 就是素画的 根据自己的丈量 根据那个方位 大致的方位 包括长度 宽度 地理位置 甚至等高线 河流的走向 他都是自己画的 后来他找到了 测绘局的这幅图以后 河堆里的 它基本上是吻合的 然后再把新发现的文物 这样一些遗址 移到那个图上去 王剑英 以一己之力 力图复原 中度原貌 重现一座城 从2015年起 潘辉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正式启动 明中度遗址的 发掘工作 先后联合山东大学 故宫博物院 对明中度遗址 进行系统 持续的考古勘探 发掘 领队王志毕业于 山东大学考古系 参与过山东河南 以及安徽灵家滩遗址 安徽干夏遗址等 重大项目的考古发掘 2015年开始 负责明中度遗址的 考古发掘工作 明中度考古 是明代考古的 一个典型范例 在现在这个条件下 能对明中度的考古工作 做好它的发掘 也为我们更好地理解 明南经和北京城的 它的规划理念 会起到很好的 一个示范作用 考古工作不仅是 地毯式的 拉网式的扫荡 还要从空中 俯瞰遗址的整体锋芒 首先我们双方合作 对明中度城 进行了一个全面系统的调查 因为明中度是中国古代 这个三重环套式 回质型 可以说是完美的 一个体现吧 所以我们对它的工程 黄程和外国程 都进行了一个 全面系统的调查 为下一步 更有针对性的 开採工作 提供依据 依照朱元璋的旨意 中度城在继承 传统的基础上规划 他的家乡凤阳 一切计划 都在他的控制下 幼条不稳地推进 营建都城所需的物料 非常庞大 首先是派出人员 奔赴各地开采 名贵的木材和石料 运送到凤阳 做前期准备 南木也被称为黄木 历代皇家专用木材 大多处于西南等地的 深山中 数量稀少 价格堪比黄金 云南盐金 明初时 隶属四川不征司馆峡 在盐金县滩头 向银盘村 河道近六七米宽 但落差很大 西南大学的兰勇教授 发现了一款明代采办黄木 磨牙石刻 位于北岸的崖壁上 上面介入了洪武八年 官府组织采办 一百四十棵名贵南木的原石石料 早期的黄木采办案 它都是官不给家 都是政府是命令性的 政策性的 委派地方的官员 进行采办 所以这一次 原来盐金滩头的这次采办案 主要是 并领当时的四川的 徐州府 黎兵县的官员 进行探测和采办的 公元1375年11月3日 也就是在明中都 霸建七个月后 一边组织人员 完成了采办 一百四十棵南木的众人 那么这批南木 究竟是运往中都凤阳 还是同时在营建的南京呢 一根木头砍下来 都运到工地 那可是哪三年的时间 霸建和牧牙石刻 只相加几个月 所以这个巨型南木 有可能是用在明中都的 供电建设上面的 还是这块牧牙石刻上 记载了永乐五年四月 当地官员受命采办 四百棵南木 欲往北京迎建宫殿的经历 深山老林中 洪武至永乐年间 两端仅仅相隔 十厘米的摩牙石刻 无意间成为明初三十二年间 朱元璋和朱棣 分别建造中都和北京 两座宫田建筑重要见证 六百年前 进入深山的伐木工人 常常会受到野兽的攻击 或染上恶性瘧疾 很多人进山以后 有去无回 大木彩发之后 山路崎岖 要等到山洪爆发 靠洪水将木材漂流出山 一路劫发运送 然后导入长江 从沿津滩头乡 沿江而下的南木 经重庆 三峡 直到长江中下游 再进淮河中游的凤阳 其间水路转路路 距离超过两千公里 由于木材巨大 由水路转路运势 装在特制的三十二轮的大车上 车轮上再钩一个铁圈 车轮滚过石头时火星四溅 需要停下来更换 一辆拉巨木的车 除去二百人拉拽之外 另续二百人 肩扛铁圈同行 反复停下更换修理 一天行程 只有半公里 各种大宗建筑材料 源源不断地被运到凤阳 朱元璋对这个 即将控制全国的新都城 提出了极高的建筑标准 六百年后 王建英发现凤阳这片掩藏在乡村面貌之下的皇城 隐藏着无数的秘密 当他走进明中都皇城旧址时 眼见雄伟的城墙 特别是工程内巨大的雕刻精美的盘龙石处 令他目瞪口呆 他意识到这些国之瑰宝要尽早得以保护 王建英看到的 就在那盒的镜头那地方 我们泡的水平几百年了 先躺在那里 王建英在工程电子附近发现的盘龙石处 如今成为凤阳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石处边长2.7米 高1.25米 储槽内直径1.2米 重达22.2吨 表面雕饰祥云文图案 储槽突起 精雕盘龙飞舞 凸显皇家气势 他首先大体现王建英 就是从雕工刻法 从互相之间的关系 就是用刀啊 那粗细啊 等等方面 体量上 体现的这种大的气势的 应该是原耐的工匠那种特点 如果那圈直径1米25的话 那两边留一点间隙 那注径呢 估计可以达到1米2左右 如果这么判断的话呢 这个尺度要远远大过 现在的太和电的尺度 太和电的承重的金柱 就是画着大龙的那六个大柱子 最粗的那是1米02 那比这个柱子还要小 将近20公分 这数是相当了不得的一个数 中国古代巨石的开采和运输 都异常艰难 那么600年前 明中都皇城的这块重大 22.2吨的石处 运输又是如何实现的呢 600多年之后 工程师研究发现 在寒冬腊月的冰冻道路上滑动 是最有效的搬运方法 对这个食材而言的话呢 首先让它呢 从一个山坡上 由上往下推 推到我们前面提到的汉船上 每往前走一步呢 都会有专人 用圆形的木料 放在这个汉船的前面 使得汉船呢 这个前面呢 它往前推一部分探出头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称为木轮吧 能够接上 往前稍微走的时候呢 它的后边 就会呢 巧妙地 撤出一个木头 在它继续前行的时候呢 这个木头呢 巧妙地又放到前面来 这种这个运输方式呢 其实呢 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呢 这个大型的石料运输中呢 是比较多的 一个新鲜的浩大的工地上 虽然营建都城的各种难题接踵而来 但是朱元璋始终坚持极致的皇家建筑标准 史书记载 历经六年时间 这座传奇都城 基本完工 明中都市民台组周元璋即位之初 即全国之力迎建的都城 与南京北京并称为明代三都 我的老师 实战人员先生那会给总结的 说是 就是北京宫建坊南京 南京宫建坊凤阳 因为它确实有这么一个发展关系 如此庞大的建筑群 是如何营建的 这个具有史诗般气息的都城结构 其背后的建造方式是什么 令人不解的是 他缘合在一期之间遭到霸建 而后又快速消失在历史的事业中 他将以何种方式再打开这历史的一页 六百年后 王建英以及考古团队 在海量文献中 给明中渡城的银剑历程 拟出一条纤细的脉络 他们相信 历史遗存日识浓缩在短暂的时间里 好 那么 了解 这两条级 啊 这么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水道建筑构建的造价成本非常高的 像这个肯定是为皇家的高等级的建筑我制作的 结合文献与地层分析 实物对比 景德镇的考古学家证实 这件非同寻常的徒幼建筑构建 是为迎建凤阳明中都而生产的下水管道 确实是非常有气派 非常有气派的皇家的建筑 实际上干考古就是一叶之秋 剪了一块瓦就知道 剪了一块砖就知道 它不一样 那确实是皇家的 明中都城留下了无数未解之密 可是在大片断壁裁员中 还是留下了相当数量的信物 暗示引导今天的人们来探寻它的真身 2018年安城文物考古研究所 联合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 以及凤阳县文物管理所 对明中都外金水桥遗址进行系统发掘 相对于墓葬考古能发掘出土罕见文物 都城考古要显得沉闷得多 不过考古队在发掘明中都外金水桥的过程中 很快就被一批长期埋藏于地下的皇家琉璃瓦所震惊 我在布宫里面我也修过很多古建筑 但是没有见过这样子文艺非常漂亮的琉璃瓦建 丰厚的珍奇文物 掩藏着六百年前的辉煌历史 那么这些琉璃瓦处自哪里呢 1990年 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 在景德镇御遥厂遗址 距地表五米处 发掘了大量由于瑕疵而被淘汰 就地掩埋的建筑构建 或者是罕见的孤品 而让江建新确定 这批同一个地层出土的文物 是为营建民中都而生产的原因 正是这块记录了制瓦工匠 地方与中央官员同时督造的板瓦内容 与凤阳民中都出土的一致 那么这个叫焦右环道明 焦右的就是上这个黑右的人工匠 叫焦右 那么还有这个风火花南 风火就是管烧这个瓷器的 这个靶杖师傅看火的 还有这个桌头攀陈 桌头大概就是像那个车间样的 负责人叫攀陈 你看还有这个家手 吴昌秀也是一个头 这边还有这个监工佛良献成造万初 还有这个监造提取周成 这是公布的官员的名字周成 所以这个整个提起你看 就是非常完整地反映出 这个烧周瓦的这个过程 包括它的制度管理 科技考古专家通过比对证实 明中都的琉璃瓦产自安徽当土 江西景的正能地 明南京的部分琉璃瓦 也来自当土县 北京故宫琉璃瓦 主要产自门头沟一带 上世纪七十年代 王健英发现 这座都城中除了到处散落的 流光溢彩的琉璃碎片之外 更有数不清的城墙砖 他意识到 这是按照顶级标准 建造地都内城城墙的用砖 这个砖就是长四十厘米 就是宽二十厘米 厚十厘米 每一块砖大约重二十公斤左右 这是一个标准的一个都城砖 也可以称之为南京城墙砖 我们今天看到的大砖 都是这种尺寸 那么中都它的一个砖 也是跟这种尺寸是一样的 面对如此高等级的自尊 1981年结合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 王健英带着学历史的女儿王红 以及当地文物部门的年轻人 开始更大范围的考察 明中都遗址 调查城砖的情况 但是觉得每天都会有新的发现 可能是在城墙上 也可能是在城门里边 也可能是在老百姓的住卷上 也可能是在老百姓家的 那个灶台边上 都有可能 在城门上 但是今天是在城门里边 的话 我还没觉得 就是从前子讨厌 还是在城门里边 都有一阶段 你有没有新的 你的ervice 现在 这也是我们认为奉养的工程的城墙和南京的名城墙 他们在这个方面能够展现出明朝的时候 中国城墙建造的水平 质量的控制系统和强大的组织能力 以及它的问责制度 它的非凡之处 六百多年来 这一块一块的古城砖 就像一把钥匙 打开了明中都不为人知的历史 明中都的营建可谓兴时动众 消耗巨大 在这片只有少量地面建筑的遗址上 难以想象当年从全国各地调拨而来堆积如山的物料 究竟是用哪些能工巧匠 据王建英考证 据王建英考证 聚集在中都城的人员包括全国最好的九万工匠 十四万军队 四十五万民夫 二十万移民 已经来自全国各地的罪犯 至少百万人在营建中都 明中都 明南京 明北京 它的建筑工程技术人员 不单是有交叉 我觉得基本上是一帮人 而且从史料上来查 用了四年部署建设北京工店 请调南京的工架 凤阳明确地有凤阳的工架 到北京来听意 在对文献的梳理中 王建英发现史料记载 明建明中都的工程 在富有四海的新建政权下 元秋 方秋 日坛 月坛 世纪 深川坛及太庙 所有的殿坛建筑 都描绘了鲜艳夺目的彩绘 穷极齿地 随着工程的推进 中都城人口规模越来越大 公元1374年 大规模的移民开始了 朱元璋下令 从江南移民14万 到凤阳旧地屯众 除此之外 还从山西河北等地移民 达20万 明代的时候 中国的经济重心 就基本是在江南一带 朱元璋这个 当时采取了很多政策 其中一个很著名的措施 就是从江南那一带 把那有钱的人 当时就户户迁到那边去 明中都的银艳 一直稳步推进 凤阳作为农兴之地 一跃成了统辖九州十八县的天下之大府 凤阳府 明中都立太设计时 朱元璋公布取五方之土 明确规定 天下郡县纪一千三百余城 都要送土到凤阳 他们是直立应天等府进县的黄土 浙江 梁广 福建进县的赤土 江西 湖广 陕西进县的白土 山东进县的青土 北平进县的黑土 五色之土代表整个中华大地 寓意中华疆域地大物博 多姿多彩 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寒意 从一块独具匠心的石头 到一座规模浩大的都城 前后耗时六年 明太祖石鹿详细记载了 据全国之力迎建的中都城 皇城纪录尺寸 工程高三丈九尺五寸 女强高五尺九寸五分 贡高四丈五尺四寸五分 武门 东华门 西华门 城楼台积高度都是五尺九分 武门东南 西南角楼台积 与城楼台积等高 玄武门城楼台积高五尺九寸五分 其东北 西北角楼台积 与城楼台积等高 遇到踏极文士 用九龙 四凤 云朵 丹壁前遇到文士 用龙凤 海马 海水 云朵 我们凤阳的城墙高度的尾数 都是九尺五寸 按理说的城墙那么高 这个五寸有什么影响呢 没有什么影响 它为什么做呢 融化石 你会发现明小林的当时 就是那些电影 它的剧重也是九十五寸 甚至有能达到五分 这么九十九寸来的 考古学家结合 明太祖师录 记载中都工程高度等数据 并实地勘察 精确面积大小 明中都对北京的影响 应该说是 还是非常明显的 从中都奠定基本格局 然后到南京去完善这个格局 然后到北京的这个紫禁城 去继承这个格局 是这么一个序列 六百多年过去了 岁月流逝 风雨昔明 在曾经的六年迎见时间里 从荒凉之地 到一座拔地而起的城池里 上演了什么 明朝的官方历史记载 公元1375年4月的一天 朱元璋第一次出现在中渡宫殿 明中都是按照京师 也就是以首都的规格建造的 工程规划起点非同一般 相比元大都 明中都南宫门到南城门间的距离 长了两倍 因此可以在武门与红武门之间设置 端门 成天门 大明门 同时 象征皇室正统的太庙 遇到了武门之左 象征国家的太设计 遇到了武门之右 这种布局 用一重重的墙与门 把中轴线上的皇权威严 推向顶峰 中国古代城市 它这个中轴线是很重要 这个中轴线从哪儿开始呢 从叶城开始 朝外叶城开始有中轴线 就是讲对称 到了北魏的洛阳城 一直到唐长安城 它这个是一买县城的 那么到叶梁 那么明中都武门外 设立中央的各个机构 是从中都开始 然后到南京 到了明北新城 那是极大城了 考公纪里边就讲 就是中庙团的补局 也就是叫左左右设 至于左边放在哪个位置 并不强调完全的对称性 那么朱元杖呢 就是在早中都凤阳城的时候 太庙设计坛呢 形成年明的对称性 这在中国历史 特别是都城市的 这个建筑方面是独创的 也是为后来的明清啊 这个一代 相当于我们说的典范吧 就现在北京中中线 深宜也说 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景观的来由 我们在北京去体会这种明清都城的雄伟壮观 这种政治意向的时候 其实我们觉得那么起点 至少这个明代的起点 我们要在凤阳 在中都去找 2017年 考古队在工程外的勘探中 发现五门外中轴县两侧建筑组群迹象 这位探寻明初建设的中书省和大都督府 玉石台建筑布局提供了线索 中间国家的主要的三个国家 政治军事讲法制度 整个国家的框架 从涉及方案到 中间国家的主要的三个国家 中间国家的主要的三个国家 中间国家的主要项鸟 对于明中都整体发掘而言 中轴县结构贯穿了考古工作的始终 2017年考古队发掘了中轴县上的成天门 整个这都是成天门的遗址 中间是有三座门 这三个门正好是和五门的三个门洞 是相对应着的 成天门它是城台上面三个门洞 两边城墙上各有一个门洞 也是体现了天子五门的规制 就是从明初一直到北京宫殿 都沿袭了这个理念上的东西 只是具体处理和表现不太一样 中都显然是以中院三门为主 另外两边作为边门 放两边了 那么北京是用这个边桥和边门 通过华表 门师 还有这个望柱来做区别 其实他们处理方式不一样 我觉得还是一个理念上的成年不同的处理 在已经发掘的中轴系医治中 民中都的辉煌背影从无到有 勾勒而出 史料记载公元1375年 倾全国之力迎建的辉煌的中都城 即将完工 然而 一天是夜 突然传来中都皇城万岁山 暴雨如注 冰雹大如弹丸的消息 在这座亘古空前的都城里 王志和他的团队通过持续的考古发掘 逐渐揭开了民中都神秘的面纱 然而 对于工将完成的中都城来说 中都宫殿是否建成 仍然是个谜 即将开展的陶古工作 将揭开这个无人知晓的公权谜物 工人1369到1375年的六年时间里 朱元璋的家乡凤阳 一座新的都城出现阵容 朱元璋以极高的标准完成中都之项国家工程 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 眼看前都中都定顶释放的愿法 即向视线 而世间万物就是变幻莫测 往往在瞬间发生局变 公元1375年4月 就在朱元璋到凤阳视察 公将完成的中都之地 突然 有人在大典施加一种民间传说 可招来鬼神作怪的压阵法 现场所有人 真惊不已 史料记载 愤怒的朱元璋将尽杀之 要把修造宫殿的工匠全部杀掉 历史学家认为 浩健举国财力 六年时经营建的中都城 突然被累积了众多怨气的工匠 适应压阵法 实际是一次对劳役过重 多工派苛刻的反抗 因为是工匠们当时 为什么建这个东西比较困苦 比较劳力 是吧 又无法反抗 所以租了一些风水上的那个 对吧 所以破坏了它的一些浓脉 公元1375年 朱元璋世察中都载入诗策 那么 朱元璋世察的中都公阙 它的原貌究竟是怎样的 今天考古专家才在六百年前 先任航式的土地上 通过更大范围调查 勘探和发掘等考古手段 揭开工确 这一历史谜团 五十多年前 王剑英登上城墙 那座曾经威俄雄伟的明中都工程 几乎被掩埋在尘埃之下了 王剑英努力为公雀勾勒出一幅尽量完整的画像 以便为日后的考古留下可信的凭证 王剑英艰难的史料研究和田野考察 终于拧结为明中都城考和明中都遗址考察报告 两部著作 1975年10月 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委派杨伯达 刘世元 李环瑶 王剑英 徐平芳五位专家到凤阳调查 肯定明中都皇城和皇陵的历史 艺术 科学价值 1992年 明中都正式由中华书局出版 通过王剑英的著作 以作为重新发现的都城回到了人们的事业 年迈的王先生 既希望与下一代考古学者 就历史文献上未曾记载的情况 用科学考古发掘来说明 金工将完成的明中都工确 究竟已完成到什么程度 王志对明中都皇城的再现者 王剑英 充满了敬意 2015年开始负责明中都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 制定论证最科学的发掘方案后 王志带领团队在这片土地上勘探整整七年 七年时间 对于明中都的整体发掘而言 后续只是历史场合中的一瞬间 这样一个城 它是要几代人做 不是一代人 两代人 你像我现在在夜城做 已经是第三代了 做了才40年 那么我们现在应许做了好多代了 做了最久90年了 它是要从都城来看到当时的 它国家最高的一个水平 所以明中都应该继续做 在长达数年的考古认证中 明中都皇城是否布局明南京故宫 北京故宫三大殿 还只是两座殿影 一直是考古团队需要求证的问题 根据历史经验 前殿应该是解开这座紫禁城 天日 我们现在正挖的是前朝的正殿 现在是北京的太和殿 在考古队员的视线里 这片广大的废墟中去除标图都是遗迹 2020年在前殿的考古中 揭露出散墩数十个 所谓散墩就是供殿中柱子的地下基础 以故宫太和殿为例 太和殿立柱的实处下方地基 就是桑墩 桑墩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支撑这个住处 它的力学性能 表现为建筑能够拘匀的下沉 而且下沉量不大 这样的话在发生地震的时候不会倾斜 所以也可以说 这个桑墩是保护支撑住处的 一种古代的建筑做法 明中度宫殿的桑墩 由一层碎石一层夯土构成 令考古人员震惊的是 前殿除了发掘单体5米多的巨型桑墩 西南拐角还出现10到11米的四连桑墩 在这里面的建筑我们看到 中都建筑的体量是大超出想象 尤其桑墩建筑 那么因为建筑这么宏位 朱元璋皇帝是一个开国皇帝 他的气势和体量 让我们知道明朝七百年的基础就是有了 明中度庞大且复杂的都城结构 在年轻的考古学者吴伟严厉 是六百年春秋 吴伟来自故宫博物院考古部 从2018年开始在明中度遗址已经发掘了四年 坐在这片迷惘般的遗址中 他像是一位时光导游 我仿佛看到了公公的一个前世的一个感觉 就从这到这个封城地界 进入各种道路嘛 开着各种什么长安街 就仿佛感觉到了公公的一个前世的 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 但是又感觉比公公更加有历史感 超商感 参加明中度考古的故宫团队 同时也在故宫发掘造办处移植 造办处位于故宫慈明宫东南 匿务府以北区域 这是故宫首次通过考古发掘 证明了紫禁城西路区域内 有一组规模宏大地位重要的明代早期宫殿建筑机制 和明中度宫殿地基桑敦用料不同的是 2021年北京故宫新露脸的桑敦 用的是统一规格的大型灰砖 桑敦长于4米多 其砖也好 调色也好 都是基础的一部分 说明后面确实比明故宫是个有钱多了 精致程度也不一样了 也只有这个什么 它精致到一定的程度 才可能这么收起干这个事 相比故宫造版处专器桑敦的工艺手法 考古队发现 实际上明中都早在50年前就已经出现这种工艺 我们在2016年清理出来的这个西华门城台上的桑敦 就是在现在这个台子的这个范围之内 它的四年式的桑敦基本上的尺寸呢 是约4.7米的减方 那两年式的呢 一般是约2.5米到4.7米这样的一个尺寸 气得很整齐 就和在故宫后来发现的是一样一样一样的 都是气得方方正正的 凤阳在这个城台的上面 就已经开始使用了这个专器桑敦 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工艺的一个进步 但是它只是小范围的适用在城台上 它在核心这个大约上面 还没有采用这样的做法 但是到了北京之后 这个工艺给延续过来并发扬光大 还是一种传承吧 严松说啊 坐始筑基为难 齐废数倍于墓石等 就是说故紫禁城的地下建筑 是地上建筑的若干贝 所以就是说这个基础工程是地上的好几倍 我们讲故宫六百年 为什么又六百年 就有这种工匠精神 就有这种追求 精于求精这种理念 才能走到现在了 基础很好 大家认真真在干活 各自自首百分 把自己的事干好 为了建筑的牢固 古人用的心力是超出想象的 明代三都中皇城地基的构造 坚固程度都当得起千年大计 考古人员在有限的土堆里 翻找残马断砖 清理虔诚 拼凑还原真实的往事 通过嗓登桌落出柱网结构 确定明中都前朝供殿为前后殿加川唐的工字型布局 前后殿开间均为面阔九间 近身四间 川唐面阔三间 近身七间 中国的皇宫一直到清朝 它前后有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皇帝的一个祖宫殿 第二个时段就是我们叫它工字殿 现在在宋代在京代 我们看到都是前后两间大地 一旦进入了明朝 比如像在南京在北京 我们见到都是三大地 如果说是明代的中都的工程 说是用的是前后两境 我觉得这个就打破了我们过去 对明代的皇宫的建筑体制的认识 元代的宫殿就是这种前后殿有川廊 这是比较明显 但是往前推宋代也是这样 所以它如果挖出是这个格局的话 那这恰恰可以说它是继承了这个宋元的制度 前朝宫殿基地位于明中都工程内的中心区域 也是等级最高的建筑群 随着发掘继续 在前殿中后部 在前殿中后部 意外发现了一片范围呈长方形 南北长5.7米 东西宽4.9米的纯色黄土 正是金卵殿放置龙翼之处 正是金卵殿放置龙翼之处 有新意的考古每次都像是解谜 考古学家认为这个黄土台中心点 宫殿内放龙翼的位置 也是明中都工程的集合中心 你们看啊 这个就是那个黄土台的 这是黄土 这个土特别黄 非常的这个纯净 然后这一块一直到这边 都是黄土台的 正好是可以和它这个龙翼的位置相当对应 而且这个位置呢 可以讲它是整个这个工程里面 绝对意义上的一个几何中心 如果我们从西南角到东北角 拉一条线 从东南角到西北角 我们拉一条线 那么这个对角的这个交叉的线的 中心点就正好落在台的上面 所以它是一个城的整个几何中心 考古工作新鲜而神秘 黄土台的惊人发现 是考古队对明中都迎见次序 做出了判断 从我们之前整个城里面 其他的发掘来讲 那它比整个外面的城墙 建造的时间都早 也就是讲城墙未建的时候呢 就先建了这个台子 然后再建了这个宫殿 那么可以讲 这个是由它来决定的 这个城墙的一个走向和边界 在复杂其有限的空间里 考古专家发现了这块巨大的石处 被掀翻在嗓东旁边的深坑内 体量为目前国内宫殿建筑石处之最 是吧 这个 到年米七八了 接近年米八 这个湖盆的直径能达到1.8米 这是我所见到的都城考古中 发现最大的一个石处处 这个确实代表了当时这个规划者 要把这个大殿建得很恢弘 威壮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这块直径达2.8米的巨型石处 体量超越王剑英50多年前发现的盘龙石处 消失了六百多年的明中读工缺 随着一个又一个难解的谜团被积连揭开 线索在历史细节中逐渐串联起来 我们也说这个明中都的考古工作 是在这个中国古寨工程制度研究方面 填补了从宋元时期到明清时期转变的 这样的一个学术空白 然而无论是寻遍史料的历史学家 还是从未停止探索的考古学家 始终无法结设的是 这样穷实力的营建工程 为何如此匆忙停下呢 时间仍然回到公元1375年4月 朱元璋视察中都城的第九天 4月25日 突然接到掌管天象的青天剑官员急报 日上有背弃 恒山以北 辽东之地 青天剑呢 他其实每天的责任就是说 那有人在那里24小时要盯着的 有的时候出现一个什么云啊 或者说一团什么雾啊 或者说一个什么有颜色的 他们就认为是气 那么最后呢 这个天体的运动也会被你扰乱 这个呢就是他的一个基本的 一个哲学在这里 围绕中都的世事非非 朱元璋经历着人生最黑暗的时期 公元1375年 就在朱元璋视察中都返回南京后 突然传来流迹病逝的噩耗 回向当初决定在凤阳见度之际 刘七界中都蔓延非天子居业为由 持反对意见 甚至在归隐浙江老家前仍不忘提醒 凤阳虽地乡非天子居业 虽一支中都不宜居 面对刘七一再反对意见 一心要实现家乡建都愿望的朱元璋 没有听从 事态碘变到了这一步 朱元璋终于颁发了一道 六百年来也难以搞破的招书 下令把中毒异作 除尚欲如周汉之之 营建两京 知识人以劳匪罢之 宣布停止了中都建设以后 南京就开始改造这个大内 这个提升说明朱元璋呢 这时候已经就是彻彻底底的 就把南京作为首都 至此 朱元璋以家乡凤阳为天下中心 均临天下的愿望 九次破灭 游关明中都城的前世今生 湮灭后 又于现代再次浮现 公元1375年 也就是洪武八年 朱元璋返回南京后不久 突然以劳费 也就是耗费太多为由 霸建中都工程 震惊朝野内外 清净全国之力的超级工程 在工江完成之际 戛然而止 那么真正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 实际记载非常寒贵 霸建的话有一些原料可能 跟这个国家的财力啊 是不是能够支撑也是个关系 也有学者认为 对朱元璋同乡淮西集团的防范 才是中度停工的真正原因 我们明显看到的一个就是 他对淮西勋救集团的态度 有了一个彻底的改变 原来的这种亲密的同盟 最后变到一个水火不容的一个关系 如果当年是这个原因支持了他建都 那么现在这个原因可能就正好是否定他建都 六百多年来 关于中都霸建 众说纷纭 中国史科院考古研究所刘建国教授 以一种全新的视角细究打探历史 刘教授通过无人机探测 与考古发掘相结合 建立地理信息系统 结合海量的卫星图片 从测绘的角度去研究明中都的兴衰 他这个地方 这是二十米等号线 如果他把水往三十米以上引 然后他会修很大的拔才行 如果有那样的一个拔的话 他现在肯定会留下残疾的 所以现在我们没看到这种残疾 就表示当时应该他没修这样吧 最近我做了很多图 那种邦布的地方有几条河 包括瓦布湖 水位都在十米左右 这个地方海拔有三十多米 淮河的水根本引不上来 河河是从外面走的 流域面积也比较小 河河流域面积是六百平方公里 但是要想把水引到二三十米高的 明中都城在当时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明中都城修好了以后 抗旱的时候 它需要水的时候 怎么把水引过来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所以这一点我现在认为呢 水是明中都的一个死结 历史的真相 从这个劳费上面来考虑 所以后来说因为劳费的原因啊 拔建这个城啊 也不是这样是完全没有道理 六百年来 明中都拔建原因众数纷纭 虽然没有建成 但人们对它所代表的皇家建筑 想象不知 而最神奇之处在于被掩盖的 会再次被发现 会再次被发现 被湮灭的 还可以重现 明中都拔建后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宽34米多 是后来北京古楼规模的1.5倍 南京古楼的2.5倍 巍峨雄壮 东西讲的云季节两端 中楼 古楼相对而立 相聚三个倍 云季节是明中都的富州县 与南北州县十字交叉 用富州县来表示祭祀 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布局的一大创举 北京的中国楼是放到中州县上 它大体继承的基本上又有新的改变 所以说基本上到了永乐建北京之后 明代经过这五六十年的发展 然后它的公使制度达到了一个顶峰 在北京的时候 它是一个最完整的体现 离中古楼四公里之外的明皇陵 是中都城的皇家种地 朱元璋为父母修建的皇陵 营建时间长达十三年 皇陵由三道城组成 面积达九百六十多万平米 相当于一千三百六十个足球场大小 公元1375年3月 朱元璋命皇太子朱镖及朱王 前往中都及皇陵 出发前 回想当年朱家罹难时的悲惨情景 朱元璋悲伤不已 在皇之年 一个月之间 父亲 长兄 母亲相继去世 朱家只剩下十七岁的朱元璋 和二哥重六抱头痛哭 兄为我哭 我为兄伤 黄天白日 弃短心肠 首先我觉得朱元璋对明皇陵的感情 在有名一代天子当中是独一无二的 他每一次祭祀 史书描写都是痛哭流涕 就是说他是出一种真实的情感 同时也是不忘自己的本 所以他叫太子去祭祀 也有这层意思 要大家不忘本 你不要忘记居安思危 生活在离中都一百五十公里之外 异常情政逐渐年迈的朱元璋 对南京宫殿前昂后挖 行事不称 始终抱有遗憾 宫人一三九一年 朱元璋派太子朱镖巡抚陕西 意在考察千渡西安的可能性 却不料因朱镖意外病逝 最终放弃 同时太子之后 朱元璋最终打消了千渡的念头 朱元璋 朱元璋去世前一个月 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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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万璋 赴兰 是侄子建本帝皇位 永乐元年征月 明成族朱棣 尊派族高皇帝终部制制 改北平为北京 更大层面创立了新的政治 军事和外交体系 对明清朝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永乐皇帝前途北京 这方面的决策 前途皇帝有明确的评价 他说这是高瞻元祖的一个决断 他当时把斗团迁到北京 完全是从北部边疆 包括东北 北部蒙古 还有西北地区 是从大一统的各局里出发的 从公元1368年 朱元璋在南京称帝 到公元1369年建中都 六年后霸建中都 随后增修南京宫殿 公元1420年 朱棣营建的北京紫禁城落成 53年间 明帝国相继建设了 南京 凤阳 北京三座路程 被称为明代三都 明中都它的规划思想 它的建筑布局 后来的改造明南京城 营建紫禁城了 都提供了直接的饭板或者蓝板 所以他们这个关系非常紧密 王建英分析 朱棣少年和青年时代 在凤阳数年的生活经历 看到了中都营建的过程 因此 北京吸收了不少 明中都规划上的精华 明北京在改造时期 永乐地他有意说到了 要恢复红武时期的制度 其中最典型的当然就是这个 锦山的修筑 从锦山的名称 万岁山 这样的一种山式的布局 是完完全全模仿明中都的制度 北平顺天府改为京师后 南京为培都 而曾经浩大的中都皇城 很快只剩一片机制 大明龙脉之地 皇城成了三百年中碧绝境 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 凤阳大风霾 阵无阳沙 咫尺不见 史书记载 这是明朝最后一次地震 地震后不过三个月 立自成破北京 冲真地 四舍计 明中都自此逐渐淹没无闻 连正史也鲜有记录 明中都遗址 在进行全方位发掘和保护的同时 文物修复也拉开了序幕 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派了文物保护专家张金峰 开始一项长达两年的 虚迷座时刻保护工作 张金峰团队对五门虚迷座上 绵延不断的浮雕 进行全面测量和记录 五门虚迷座上的浮雕 总长达347米 高32厘米 深度达到3至5厘米 客工精细题材繁多 与之相比 南京名故宫 北京故宫的五门虚迷座上 只欠有少量画室 简朴无华 中东当时按高标准 高规格建设的 它的石构建 特别是它浮雕的文样 它的造型 它的意识效果 非常的华丽 非常的壮美 到紫禁城呢 实际上大的形质是一样的 但是紫禁城看朴素的多 但求暗固不是华丽 唯朴术坚壮 可以永逸 这种理念 规模宏大的虚迷座建筑时刻 风雨侵蚀下 一部分已经难以辨认 正式修复虚迷座之前 首先进场的是 三维激光扫描团队 汤仙记录下 保护修复前的状况 进行三维测绘 与数据采集 明初迎接的 中东五门虚迷座 于2020年首次实现 全面量身 测绘迷用的三维激光扫描 精确度达到0.1毫米 长达一个月的扫描时间 将最大程度记录 五门虚迷座 形貌和现状 为五门留存一份 最完整的历史信息 并为今后文物修复 和三维展示 提供基础数据 三维激光扫描数据处理 需要半年时间 在数据出来之前 张继枫从严重病害的时刻 开始出锈 针对虚迷座病害 张建峰做了分类 然后对被病害侵蚀的时刻 进行有针对性的保护 那么五门虚迷座 被侵蚀的主要原因 是日晒雨淋吗 其实在这个虚迷座上来说 它主要的病害就是 是灰灰浆随着那个雨水渗流 然后覆盖到那虚迷座的表面 它北边和南边 都有这种现象存在 南边就很多地方 已经把那个雕刻全部覆盖住了 你去看的话 就会发现 石刻表面怎么都看不到了 文物保护是一份相对寂寞的职业 对于张建峰来说 他就是一个为修复五门虚迷座 开药方的医生 盼其病因 揪其病理 尽其所能 让文物保存的时间 长一点 再长一点 整整两年时间 张建峰和他的团队 精心修复的中都五门虚迷座雕刻 恢复了原有激励 重现六百年前原貌 明中度宫殿的石构建 形象生动 这些细腻纤红的细节 站在历史的某个节点上 为后来者沟通着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时光 2013年4月 作为明中都黄顾城的重要一部分 明中都黄城城墙 与南江城墙等八处古城墙 被国家文物局联合打包为 中国明清城墙 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踏上了深移之路 2017年 明中都黄顾城考古遗址公园 入选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 考古发掘跟大遗址保护 实际是密切相关的 是在做好大遗址保护的前提下 占有充分的考古依据的支撑下 来做这个遗址保护 遗址公园建设 对于改变凤阳县城 它的生态环境意义很大 总是就强调着 往往一散活起来 利用现代科技手动 利用展览展示的手动 跟凤阳市省级历城和民城 结合起来 让更多的公众 特别是薛少年 走进遗址公园 促进文理与荣厚发展 把它变成一个公众 向往的文化遗产圣地 这两块 这两块给它清洗剥以后 送到北京去 还有这块栏目 那一块是笼文 一块笼文 一块笼文 2020年5月的一天 凤阳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在清理明中都皇城石雕等文物 准备参加一次 有着特殊意义的展览 2020年10月 北京故宫六百年特展 丹臣永固 自建成建成六百年 拉开了序幕 出土于安徽凤阳 明中都工程 以及南京明故宫的 数十件文物 被送往一千多公里外的 北京故宫 向世人开放 凤阳中都 明南京文物史诗般的 汇聚于北京紫禁城 引起了众人关注 北京的紫禁城 是中国两千多年来 历史上所建立的 工程的 唯一的 仅存的实力和标本 从它的历史价值来看 绝对不仅仅是六百年 所以它把它和自己 能建成有直接关系的 这个三都建设 把它纳扰到展览内容当中来 随着明中都的历史 被展现出来 近几年间 这座曾经的渡城 逐渐找回了自己的灵魂 在淮河流域 从秦朝以后 真正能成长渡城的 那只有奉养 所以我们就认为 它是代表着淮河流域的 唯一的中国古代的 具有东城性质的 这样一座城墙遗址 所以特别的重要 四平方公里 这么大的城市中心区 当地政府把它保护下来 能够完整地展现出来的 我印象中 除了中国好像没有 2022年3月 明中都一致入选 2021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内津水桥的位置 内津水桥的发掘 又给了我们强烈的信心 我们下一步准备是 针对着工程类的水系 以及前朝的工院的开展工作 一步步地把这些建筑 它的布局和形制 给它揭示出来 使明中都的原貌 越来越清晰 让大家都能看到它的真容 明中都的名声 越来越大 风来客到这里寻故 中都凤阳随处可见长安街 武门 东华门 西华门 角楼等 诸多富含历史艺人的称谓 令游客们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 今天 历史 考古 文物修复等 多学科专家考证研究 结识了宋 元 明南京和明北京城的传承关系 架构起了六百年前的壮观景象 在华夏漫长的文明史上 明中都成为荣金的落日 留下持久的绚丽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